陈奇珍积文惨伦小三,美女医生皆已婚男猎女黄金公事记者徐玉文,台北报道陈奇珍与交往16年,得钟城虎分手后,近日被拍到与新欢在路边积文,没想到这名男子根本就已婚还有小孩,让女神惨伦小三。 知名医生邓惠文就曾在《什么道理》中,透露已婚男子诱骗女人当小三,是有一套黄金公事,只要二招就让人沦陷。 陈奇珍谈恋爱,却意外变成小三。 资料照邓惠文透露,通常已婚男会直接表达对女方的好感,欣赏,让女方开始动摇,进而去探听她是否单身,就算得到的结果是男方已婚,但女方会认为,她看到了我的特别。 所以会直接掉进黑洞,此时男方会再度表达关爱,甚至会说,我老婆已经无可挑剔,可是我还是没办法不看你。 邓惠文透露已婚男人找小三的黄金公事。 翻设自东风卫视YouTube邓惠文表示,男方的第二招就是有意无意说出对自己老婆很包容,像是我老婆不懂我,但我不会期待,她把家里打点好就好。 我老婆都不做家事,她都刷我的副卡,过自己的日子。 边说还边流露出寂寞。 这时,男方还会吐出,我老婆不懂我,你才是我的灵魂伴侣。 这样就足以让女生沦陷,甘愿当小三。 已经加好友了,谢谢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心情好已经按赞了,谢谢。 相关新闻 陈其真激吻完便小三正公心碎怒喊告到底陈其真横斩小三情,错了难过称,与林先生已无往来过年送礼每角多送对了才能欢喜过年闪躲通奸三醉陈其真急速断开眼镜男心欢正公怒。 提告陈其真通奸美女律师接人夫偷心。 轨迹中立市新房市MVP2自投人气公园学区宅陈其真卷步轮练长跑16年前男友兔不舍新生陈其真当街勇吻人夫构成妨害家庭。 律师这么说。 的 杨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